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人工智能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AI假日规划师,打造完美休闲的算法 2.AI语言游戏主持,玩转词汇的机器达人 3.AI虚拟历史导游,带你游览数字时光隧道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AI假日规划师,打造完美休闲的算法 各位同仁,学生们,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AI假日规划师 这个听起来像是未来科技的产物,其实已经悄悄地融入了我们的生活 想象一下,一个由算法驱动的机器人,不仅能够理解你的偏好 还能够预测天气,避开人潮,甚至推荐你从未听说过的隐藏景点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科幻电影中的情节 但事实上,这已经不再是电影情节,而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了 首先,让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AI假日规划师的工作原理 它的核心是一个复杂的算法系统 这个系统能够处理大量的数据,包括用户的个人喜好 历史旅行数据,时时天气更新,交通流量信息 甚至是社交媒体上的热门话题 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超级计算机 确实,这个AI规划师的能力 有时候甚至让我们这些老派的人类教授感到自愧不如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AI假日规划师是如何打造完美休闲的 首先,他会询问你的旅行偏好 比如你是喜欢海滩还是山林 是追求文化体验还是纯粹的放松休息 然后,他会分析你的社交媒体 看看你最近对哪些地方点了赞或者发表了评论 接下来,他会结合实时数据 比如天气预报和交通信息 为你规划出一个比开高峰,天气宜人的旅行路线 但是,这个AI假日规划师并不总是那么完美 有时候,他会过于依赖数据 而忽略了人类的不可预测性 比如,他可能会推荐一个非常美丽的海滩 但是忘记了你最近刚刚膳伤,还在康复中 或者,他可能会安排一个户外徒步旅行 却没有考虑到你最近膝盖不太好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尽管AI非常聪明 但他还是需要一点人类的直觉和经验来辅助 最后,我想以一点幽默来结束这次分享 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 这个AI假日规划师也开始感到疲惫 需要休假的话 他会不会自己给自己规划一个假期呢 他会选择去哪里放松一下他的电路板和算法呢 这个问题,可能连AI自己也回答不了 不过,如果有一天他真的需要休假 我希望他不要忘记带上他的充电器 毕竟,没有电的AI,就像是没有咖啡的教授 是无法正常工作的 谢谢大家 希望你们的下一个假期 无论是由AI规划的还是自己规划的 都能够完美愉快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语言游戏主持 玩转词汇的机器达人 当然可以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个充满智慧与机智的话题吧 在这个数字化的时代 AI,人工智能 已经不仅仅是我们生活中的助手 他们还成为了游戏界的新星 想象一下 一个由AI主持的语言游戏 这不仅是一场人类与机器智慧的较量 更是一次词汇能力的终极挑战 首先 我们得承认 AI在处理语言方面的能力 已经达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水平 他们不仅能理解复杂的语法结构 还能够捕捉到语言中的微妙差异 甚至能够创造出新的词汇和句子 这让AI成为了玩转词汇的机器达人 现在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一个AI游戏主持人 他的名字叫做词汇维特 词汇维特不仅知道所有的字典里的单词 他还能即兴创作出让人啼笑皆非的新词汇 玩家们需要与这位机器达人一较高下 挑战各种语言游戏 比如接龙 猜米语 甜字游戏等等 在接龙游戏中 词汇维特总能找到那些 你从未听说过的词汇 让你感觉自己的词汇量 像是刚刚学会走路的婴儿 而在猜米语环节 他设计的谜题既诙谐又深奥 让玩家们既要笑出声 又要绞尽脑汁 但是 词汇维特的真正魅力在于他的幽默感 他不仅是一个词汇库 更是一个机智的喜剧演员 他会根据玩家的回答 来调整自己的笑话和语言游戏 确保每一次游戏 都是独一无二的体验 有趣的是 尽管词汇维特在游戏中 表现得如此出色 但他偶尔也会犯错 比如 他可能会物降葡萄 说成狗葡萄 让所有人都哄堂大笑 这些小错误不仅没有减损他的魅力 反而增添了一份亲切感 让人们觉得这个AI不仅聪明 还有点人性 总之 AI语言游戏主持人 这位玩转词汇的机器达人 不仅展示了人工智能 在语言处理方面的惊人能力 还为我们带来了无尽的欢笑和乐趣 在未来 或许我们每个人的聚会 都会有一个词汇维特在旁辅助 让语言游戏变得更加精彩 不过 到那时 我们可得好好准备 以免在词汇的海洋中迷失方向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AI虚拟历史导游 带你游览数字时光隧道 各位历史爱好者 时间旅行者 以及偶尔迷路到这个时代角落的朋友们 欢迎加入我这位古老而不识风趣的教授 达成我们最新型的AI虚拟历史导游 数字时光隧道号 请系好安全带 我们即将启动这趟穿越历史的奇妙之旅 首先 让我们调整时光机的坐标到古埃及 看那边正是我们的AI导游 图特卡蒙的数字化复制品 他将以流利的古埃及语 和21世纪的网络用语 为我们介绍 不要惊讶 如果他突然开始谈论猫咪的神圣性 或者金字塔建造的最新版autocad教程 毕竟 我们的AI导游是时光穿梭的专家 他们总是能将古代智慧与现代潮流完美结合 接下来 我们的时光隧道将带我们飞往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 在这里 我们的AI导游达芬奇机器人 将展示他的多才多艺 他不仅能够一边为我们详细解说 最后的晚餐的构图原理 一边还能够模拟出当时的油画技巧 当然 如果你问他关于蒙娜丽莎的微笑 他可能会神秘地一笑置之 毕竟有些历史之谜 即使是AI也是保持着优雅的沉默 跳跃到18世纪的美国 我们的AI导游 电器富兰克林将在费城的街头 向我们展示他的风筝实验 不过请放心 我们的AI导游已经通过了所有安全认证 不会让任何历史性的电机事故 发生在观众身上 他还会用他的智能眼镜 为我们实施翻译早期美国宪法的草案 让我们深刻理解 见过先贤们的智慧 最后 我们的时光隧道 将把我们带到20世纪 那里的AI导游 霍金斯将用他的合成语音和虚拟轮椅 带我们穿梭在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迷宫中 他可能会让我们体验一下 黑洞的模拟旅行 但别担心 他保证在晚餐前 把我们安全送回 在这趟旅程中 我们的AI虚拟历史导游 不仅会提供丰富的历史知识 还会用他们独特的幽默感 让旅程充满乐趣 他们是我们的知识宝库 也是我们的娱乐打师 不过 记得在享受这趟历史之旅的同时 别忘了回到现实世界 毕竟 我们还有未来的历史需要去创造 所以 各位历史探险家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的AI虚拟历史导游 带你游览数字时光隧道 体验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之旅吧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了三个有趣的AI应用 AI假日规划师 AI语言游戏主持 和AI虚拟历史导游 这些 AI不仅展示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惊人能力 还为我们带来了乐趣和娱乐 AI假日规划师能够根据大量的数据和算法 为我们打造完美的休闲假期 虽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小差错 但它的聪明和全能性 还是让我们叹为观止 而AI语言游戏主持人 则带来了一场语言能力的终极挑战 他们不仅在词汇方面表现出色 还能带给我们笑声和欢乐 最后 AI虚拟历史导游将我们穿越时空 让我们与历史名人亲密接触 感受历史的魅力 尽管这些 AI在各自的领域中表现出色 但他们也有不完美的一面 有时候他们过于依赖数据而忽略人类的不可预测性 或者会有一些小差错 但正是这些小差错和不完美 给了AI以人性和幽默感 让我们更加亲近他们 最后 我想邀请大家也参与讨论和提问 你们对这些AI应用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们觉得 AI在未来的发展中会扮演怎样的角色 让我们一起探讨和分享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